各位網友,又到許智遠老生常談了 我繼續講謠賴對於文章的作法 我真是很希望那些聽我說的人有所得益 所以我筆厭其長把蜥寶軒全集八本這麼多 關於寫文章的東西我都抄出來和大家講 因為他是清朝對寫好文章的總結 我過去寫是寫現今的,如何寫出好文章 這個姚泡式姚泥先生總結古今文字的寫法 當然是很深入一層 我又希望大家花這麼多精神來講這件事 都是要將全集讀完關於書寫好的文章來講給大家聽 不枉知各位聽這個老生聽這麼久 我現在就講謠賴,答這個魯斌芝這個書信 這是另一種看法 我意思是他引其他東西來證實他自己是怎樣好 他寫文章是說得很出色的 他說逆月,周逆又說 吉人之詞寡,扶內衝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程當 理得而程當,千萬言不可厭,由之其寡意 他說呢,我先解釋 他說逆經曾經說,吉人,那些好的人 有自衛的人,或者有福氣的人,吉人 就是對書法,對這個作文是令你有所益的 這些叫做吉人之詞寡 他講的東西不是多的,為什麼他不是多呢 他說因為內衝而後發者 他說裡面充滿這個正氣而發者,其言理得而程當 因為你所得,所以他講出的情是非常確當,是非常對的 理得而程當千萬言不可厭 他說如果你理得而程當,這個情呢 我們人情也好,人情世故,這個又可以得當 雖然是千萬言不可厭,不會討厭 由之其寡意,還是覺得他講少了 就是對於他的理所得,以及情得當 這裏呢,是輕之不厭的意思 還是覺得他呢,還是少講了 氣衝而靜者,那個氣呢,充滿 能夠呢,是很靜,我們的心能夠靜 雖然他的氣呢,他的理氣呢,是已經在了 但是呢,他的修養呢,能夠使得他靜 其聲,橫而不當 他的聲音呢,很橫,很響,而不當 是不飄浮的,是不是浮浪 不是好像那些人,言浮,這個,是浪,是沒有實在的 自張以檢者,其色要而不凡 如果他所言的這種的理論呢,那種理,自張的理 那個理,的張法,有所檢點的話 他的色呢,是很要,是很光彩,而不凡 他不是浮浪,一知道他不是浮浪,知道 居以通者,異理,因為他通的是異理 習以扮者,典張明物,凡天地之所有 這些都是天地所有的 不過他講出來呢,就是,這些呢,都是天地所有的 他能夠,他的修養呢,使得他能夠呢,表達出來的 那,這裡呢,我就記得呢,我以前講過呢,蘇徹 這個韓太偉書呢,講句講句文氣,是怎樣的呢 這個完全是,符合這個蘇式 就是,宋朝的蘇式,是蘇東坡的弟弟 講這個,上韓太偉書那裏講 他說什麼呢,他說其器充乎其中,而日乎其貌 動乎其耳,而見乎其民,而不自知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他這種是,所充滿的呢,是一種異理 所謂其理得,其情當 這個人情世故都很得當的 這些呢,他能夠,是他的修養呢,他雖然充滿氣 但是他是很靜,他得心靜 所以他的氣橫呢,如果說出來呢 你不以為他是,是多講的 所以他的氣息啊,都不是浮蕩的 而是很實際在在呢,是講給你聽的 他,因為他怎樣說呢 他說,負天地之間,莫非民也 所有天地之間的呢,都是呢,民也 都是呢,民也,是理得而成當 這些都是我們寫文章 莫非民也,都是寫文章的要件來的 故民之治者,通以造化之自然 所以說,民呢,你能夠通民呢,是通以造化的自然 是自然生態的 你這不是強詞奪理的 你是理所得而成當的 這些呢,真是說得很淘淺 這個原來真是不失為一個 真是這個 行家 我真是很敬佩他講這些 真是,他又說 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 天地這麼大這麼多人 而學古文呢,就是我們所講的 古文呢,不是時有 是古文,即是民體 是民而民的一體 而學古文是最少的 讀足下理中 讀是你呢 他寫信給這個老品之 他說,但是你 足下呢,你在其中一個 這個 這個,真真是好戲 讀成二日 因為這麼天下之大都沒有人學 是你學,讀成二日 你必然呢 他日有成 你是二日 你這樣堅持下去呢 你必讀成 是讀得 那個文章之成呢 而且是成名 這二日 是以後你會成名的 必有造奇極者 你必然能夠寫得最好的文章 然後 以貌言 正所得 你那時候呢,才證實呢 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呢 或非妄也 我不是亂說的 祝下面之 希望你呢 勉勵自己 那他又呢 又寫了一封信呢 這個 有個叫做陳小燕 這又是一個詩答 他說 他這個呢 說得也是很好 他說 賴常文為天下的學問之事 他說 學問呢 這個是作文章之外來講 不過呢 一樣是這樣 一樣是有他的道理 這就是 楊大呢 則不失為呢 領導同城派 一代宗師 他說 賴常衛天下的學問 這件事呢 有二理文章 口句 是 不過是呢 二理啦 文章啦 口證 一樣啦 口句就是口證啦 三者之分異 三者不同 三者不同 是 催而同為 不可廢 合起來呢 這三件事呢 你不要廢喔 你不要廢喔 是合起來呢 催而洪為 不可廢 你合起來呢 你這三件事呢 不要分開喔 如果你分開呢 你變成分得很細緻 你就呢 百家 百十家呢 即是一家而已 你分開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這三個呢 就不要分開的 他說呢 他怎麼說呢 他為什麼呢 他說 凡執其難為 而披其所不為者 街內也 人的學問這三件事呢 你不要 你自己能夠做的那些事 你就對那些不能做的那些事 你就批評它 那些事 是什麼呢 街內也 都是不應該的 所以呢 這個姚乃呢 真的不至於 對於後學那種教誨 都是出著一個誠心 所以這位先生呢 這位先生呢 是不失為一個領袖群雄 這個有雄誠一派 這個清朝聚盛的文章 這個批系呢 他是獨令奉訴 是領這個群論 他對於朱塵 宋朝的朱熙 和程怡呢 都很敬熟的 他說 你學宋怡呢 你可以 學他 但是 你不必一定要跨越他 你可以研究他的事 可以深思熟慮 來發揚他 但是他的本呢 你不要 你不要 一定要超越他 有一種 一種疑忌的心 因為呢 他們兩個人呢 是不容易 經過他 好像 搖賴那麼有學問的人 都認為呢 程怡呢 和這個朱熙呢 對於經學呢 是很有什麼的 是很有研究的 而經學呢 就是我們 從孔子以下呢 這種經學呢 經過他的身手呢 都是我們呢 文化的主流 我今天呢 講這個古文 遙賴 這種的 對於作文好的呢 是一個 講給大家聽 還有 譬如我們很多 有 有穩的文學 譬如對聯呢 很多東西呢 我還沒講到 將來有機會 我講到對聯 是我 對對聯的看法 今天呢 講到這裡呢 是講寫好文章呢 到這裡呢 過一個段落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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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